在这个年代 SUV 就是流量 所以每一家汽车制造商为了保持这个流量 他们都会推出至少一款 SUV 车型 而这个来自意大利的炒车品牌 Masala Di 在推出了 Levante 之后呢 他们也尝到了这个 SUV 的甜头 因此他们就推出了这个全新的 SUV Crecale 而且Crecale 不仅是品牌的第二款 SUV 车型 除此之外呢 它在今年的三月份全球首发 之后在六月份就迅速的来到马来西亚市场 目前这款车已经开放接单 所以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快速的看一看这个 Crecale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 Masala Di 这个品牌呢 是归属在 FCA 集团之下的 所以其实这个 Crecale 呢 它采用的平台 跟其他的 FCA 集团的车款是一样的 例如说这个 Alfa Romeo Stelvio 它们采用的平台是一样的 虽然说这款车的定位比起 La Vente 更低一点点 但是实际上官方给出的定位 它是一台 D Segment 的 SUV 它的轴距表现达到了 2,901mm 这样的轴距呢 基本上跟 BMW 的 X-Vide 还有 Mercedes-Benz 的 GLE 还有 Porsche 的 Macan 是同样的 所以其实它在马来西亚的指定对手就是 Macan 在外观的视野部分呢 Crecale 呢 还是拥有着浓厚的海王家族设计风格 包括了这个头灯组 这个水箱护照 整个全脸呢 基本上你一看就知道它是 Masala Di 的品牌 在这个 LED 的头灯组上面呢 它不仅有 Masala Di 的字样 而且还有这个海王的 Logo 至于在前方呢 出了长灰也有一个巨大的海王 Logo 看下去呢 这个视觉效果真的是很爽 如果你是 Masala Di 的粉丝的话呢 你看到这个全脸设计也会非常的兴奋 另外在这个保险杆的下缘你可以看到 破真驾驶的碳纤维材质 这辆车进行的极度的轻量化设计 所以它的加速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呢 就是它的车尾 它的车尾设计风格借鉴了 原厂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代初期 经典的双门四座跑车 3200 GT 的设计风格 看起来辨识度非常高 也是一个原厂向经典车款致敬的细节 在这个车车的细节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其实这辆车虽然说是一辆 SUV 但是它的车身高度并没有太高 而且呢 这台车还是配备了一个 前置引擎四轮驱动的平台 所以它是拥有这个 SUV 的特性 也就是四轮驱动 另外呢 原厂也针对这款车的风阻系数进行优化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风阻系数只有 0.33 CD 更低的风阻系数 意味着这辆车有着更好的加速表现 以及更好的噪音抑制 车辆的 MVH 表现也会非常的出色 就连做 SUV 也要顾及到这种风阻系数流线设计 你真的不得不佩服意大利人的浪漫 当然呢 这款车作为豪华的 SUV 它也配备了可调式悬吊 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模式来切换悬吊的软硬程度 给你一个更好的驾驶体验 我们来看这个Grey Carlet 的引擎配置部分 这款车呢 有两种引擎排气量 但是有三种引擎输出 分别是 2.0 的 300 HP 320 HP 以及这个 3.0 V6 双涡轮的 520 HP 其中这个 3.0 的版本呢 它的引擎来源自 MC20 是一个 V6 90 度夹角的引擎 它的加速表现同样的也非常非常的凌厉 首先呢 如果是这个普通版本的Grey Carlet 它的 0-100 加速是 5.6 秒 320 HP 的版本是 5.3 秒 至于这个 3.0 V6 双涡轮增压引擎的版本呢 它的 0-100 加速只需要 3.8 秒 而且全车系统都配备了四轮驱动系统 它所搭配的变速箱呢 则是来自 ZF 的 8 速自排变速箱 Grey Carlet 的内装设计 跟以往的海王车款完全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刚才我们跟这个原厂高层询问的时候 他们表示其实Grey Carlet 这辆车的设计呢 是主要描嘴的年轻一代的消费者 还有女性的消费者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非常注重细节的普陈 首先因为这辆车是原型车的关系 并不是马来西亚贩售的车型 所以它是一辆左驾车型 再来呢你可以看到中控台整个的质感都非常的出色 大量的这个真皮材质 打孔皮 还有 Carbon Fiber 的碳纤维做点缀 然后它的车缝是黄色的 匹配这个黄色的车身 让它非常的有层次感 然后再看这个方向盘的设计 握感非常的出色 上面拥有非常多的实体按键 重点哦它是实体按键 然后下面这边有这个引擎启动键 还有这个驾驶模式的切换键 我看到这个steering呢 我会不由自主的想到 AMG 的steering 真的很像 这里在前方呢有抬头显示器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数位化预表 这个也是 Maserati 为了吸引年轻人而做的设计 当然还有彩色荧幕主机的地方也不止在这边 例如说这个时钟 其实这个时钟呢也是一个数位化的时钟 彩色的屏幕 接下来往下看 这边是一个大尺寸的触屏主机 然后换挡方式是在这边 按键式的 PRND 还有 Manual Mode 然后接下来整个面板都是触控 再往下还有一个触屏主机 所以整个萤幕有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四个 彩色萤幕 接下来这边就有一点置物空间啦 然后这边还有USB 普通的USB 跟USB Type-C 手机 无线充电机座 自杯架 而且重点是这个自杯架上面的这个 Cover 呢 同样的也是货真价实的 碳纤维 或许是考虑到 Maserati 的粉丝呢 都有家庭的因素 所以这一个 Quakerlet 的后座设计 有点出乎我意料的 蛮好做的 你可以看到我整个包覆性是好 但是 必须讲啦这个 椅背的这个支撑会有一点点的硬 但是其实整体来讲是舒适的 不过 头顶的这个压迫感会重了一点点 但是它有个全景天窗 所以打开天窗之后 压迫感会稍微好了一点点 除此之外呢 这边还配备了这个冷热与加热功能 还有独立的冷气控制面板 所以就算后座的乘客坐在后面的话 这个冷气啊等等的舒适功能是不会少的 我觉得这点还蛮出色的 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车是没有门把的 你想开门的话 这边有个Button 按下去 它就可以开了 目前Crecale还是处在这个预览的阶段 但是如果你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你已经可以前往这个Mazalati的展示厅订车 不过在价格方面呢 我们暂时还不清楚 不过据悉因为它的对手是Porsche de Matan 所以定价应该不会太高 如果500千买一款性能出色外观帅气的XUV 你会不会考虑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了 这一期就是我们这个Mazalati Crecale的 简单新车介绍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